Hello,大家好,从这个章节起呢,我们就进入具体的一些UX方面的方法论的学习了 那么这一章节呢,我们首先从大家最关注的几个问题入手 那么一款产品,它究竟是为谁设计的? 那么我们究竟设计的是什么呢? 那么经过了这一阶段的分析论证之后呢 我们才能够进入到具体的交互行为,以及用户体验的一些细节的设计 那么这一环节呢,可以说是UX设计的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了 那么这节课呢,为谁设计? 拿到这样一个问题呢,可能很多人会比较迷惑了 我们做东西就是给用户用的呀 不管是做一款软件,还是做一个网页 我们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让网民来使用这样的产品 所以有人会说了,为谁设计?我们为网民设计 只要是在互联网上的人,都是我们的用户 那其实这种说法呢,比较的概括 也抓不住我们产品的核心的这部分用户群体 那么我们核心的用户群体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个概念 我们的互联网产品是以用户为中心的 那么这句话说出来呢,可能很多人还会说的 那我开餐馆,我也是为顾客去开的 顾客是上帝,这是很多的餐馆的一个广告语 那其实呢,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很多的公司企业 其实主要的目标呢,还是为了赚钱 我开餐厅就是为了赚钱 那么同时呢,我想要去更好的服务客户 为什么要服务客户呢? 因为客户是我们的赚钱的根本来源 那么到了互联网产品呢 大家也知道啊,很多公司呢都会有一个公司的愿景 比如说像阿里巴巴,他的愿景呢 一直强调的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是吧,所以说像这样一个愿景呢 他背后说明了什么呢 他说明了阿里巴巴这家公司是为生意人服务的 也就是说他这家公司的所有的重点的用户群体 应该是那些阿里巴巴上面的卖家 那么买家呢,仅仅是为了让卖家更好的去做生意 为了更好的赚钱 买家只是这样的一个和卖家相对应的角色 那么阿里巴巴这款,这个系统本身呢 它是服务于卖家的一个产品 所以说呢,互联网产品啊 更多的呢,是要去强调他的真正用户是谁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章节呢,重点学习的内容啊 以用户为中心 这是我们所有互联网类产品呢 所强调的一个核心点 也就是大家经常在网上会看到的UCD思想 什么是UCD思想呢 就是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思想 那么说到用户呢 刚才我们也举了很多例子啊 那像阿里巴巴呢,他的用户呢 是他的这些卖家 那么餐厅的顾客呢 就是来餐厅吃饭的人 那么很多人会去想啊 那我做一个软件或者做一个网页 那我的用户呢 我自己就是一个用户 或者说呢 我是一个给老年人设计手机的这样一个厂商 那全中国的老年人呢 也都是我的用户 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啊 我们设计产品都会有这种先进为主的这样一个思想 就是你认为的,是你认为的用户 那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需要先来借助用户 对用户研究呢 经常使用的这三种模型 去判定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用户 用户究竟是什么 实现模型 表现模型 心理模型 这三个概念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这儿我们举一个例子哈 很多的80后的一些同学们呢 可能小时候看过一种电影放映机啊 它呢是通过一束光线啊 把电影的图像呢 投影在了一个白色的大幕布前 那很多人会说这这这一束光为什么能把电影投过来呢 那其实这束光背后呢 是一个电影放映机 这个电影放映机呢 它每秒钟能显示24张图片啊 那其实呢 我们所看到的电影呢 仅仅就是这些图片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播放速度啊 把图片呢 变成了一种啊 可以动的这种啊 给人造成的一种视觉错觉啊 那所以这种视觉错觉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种电影的观感啊 那么整个的这个播放原理呢 它就是一种实现模型啊 所以说电影放映机 它的实现模型就是它的实现原理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些观众来说呢 我们其实并不去关注这个电影播放机具体是怎么样工作的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呢 仅仅就是电影本身 所以说啊 人们用户 他的心理模型呢 比起实现模型来说呢 会简单直接的多啊 我们只看到表面的东西 我们只看到这个东西 所谓我们带来的价值啊 那么 比如说啊 我们在使用台灯啊 使用电灯 台灯的时候呢 我们并不关心这电影是怎么来的啊 我们只关心这个台灯本身 我们怎么去使用它啊 那么表现模型呢 就是我们设计师所创造出来的这种模型 那么任何一个软件或者任何一个网页呢 它都会有一个表现啊 它展现给我们的是什么样子的啊 它会展现哪些功能啊 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些功能啊 它的这些展现 它提供给我们的啊 它开发出来的这些啊 在数字世界中的这些东西呢 我们称它为表现模型 概念都是比较抽象的 给大家看一幅图啊 那么在现实的设计场景中呢 一般来说 实现模型和心理模型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啊 就是我们用户想要的其实是个语言 但是我们实现的时候只能实现成这样 那么我们通过啊 设计师的工作呢 争取把这样的一个实现出来的效果呢 往用户心里面所想要的东西上面去靠 所以说在设计过程中呢 我们就是把一个产品 让它更加的贴近于用户的心理模型 这样一个过程啊 大家可以看到表现模型啊 差的时候呢就接近了实现模型 表现模型交好的时候呢就交接近了心理模型 那么这是一款呢在苹果手机上的一个 get things done 就是个人事务管理的一款软件啊 它就很好的符合了用户的一个心理模型 它所设计出来的这个表现模型呢 很贴近于我们生活中呢 对一个任务清单的排序这样一个场景 那我们在生活中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卡片的形式呢 写下今天要做什么啊 但是呢如果说第三件事比第一件事情呢 更重要一些 我们会把第三张卡片呢 移到第一张卡片上面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啊 用户在使用产品的时候的一个心理反应啊 它呢通过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互效果呢 表现出来了 所以说它的整个的这一套实现呢 我们觉得它的表现模型呢 很接近于用户在生意生活中的心理模型 在这一点上呢 苹果一直做得非常好啊 比如说曾经一直在强调的拟物化设计呢 就是在强调我们设计的产品呢 要更加符合用户平日里 在生活中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啊 这样呢我们的学习成本就会更低 那么这里呢 我们再高度概括一下这三种模型啊 那么表现模型呢 它越接近于用户的心理模型 用户就会感觉到产品越容易使用和理解 就是它的应用性越高 我们学习的成本呢也越低 那么表现模型如果接近于实现模型啊 就会严重影响用户的学习使用产品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的设计呢 是要基于用户心理模型去设计的 那么下一话题 用户和用户不一样 在这里呢 我们更加的呢 去强调同样是用户 但是他们呢 却具有不一样的行为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对一款产品呢 会去按照新手专家中间用户这样的 划分的维度去划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幅图哈 那么 一款产品啊 具体是怎么用的啊 我怎样去上手 这其实呢 是一个新手所关注的啊 那么至于中间的用户呢 他就去会关注一些更细节的东西啊 比如说哎 我制定了一个打印的任务 我打印一页纸啊 那我打印的中途我能取消吗 啊 那么这个软件中的另外一个小功能呢 是怎么用的呢 运行这个这个任务的一个命令是什么呢 哎 这都是中间用户呢 所关注的一些点 那么专家用户呢 就会更加的啊 专业一些 他会去问一些 哎 这个这个这件事如何自动化 哎 会计键怎么用 啊 我应该有一些什么个性化的定制功能吗 哎 所以说 我们看到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正态分布图哈 其实呢 任何一款产品 它的新手用户和专家用户呢 只是少数的 我们更应该更多的呢 去关注这些啊 中间的用户 那么问题就来了 这样的三种用户呢 在对应的设计场景中呢 我们应该怎样去啊 兼顾到这三个不同的角色呢 啊 我们应该怎样呢 为不同的体验水平呢 去设计呢 啊 比如说新手用户啊 哎 比如说我去学滑雪啊 那很多人的学滑雪呢 都不希望自己呢 永远的成为了一个啊 一个笨蛋啊 不能总是摔跤呀 我看很多周边的一些新手呢 现在已经可以可以自己的滑行了 哎 为什么我还一直都在这摔跤呢 所以说我们的目标呢 是让新手呢 能够快速的成为中间用户 啊 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APP设计中呢 会有一些新手帮助功能呢 这就是很好的能够去帮助新手呢 快速的成为中间用户啊 那么当我成为中间用户之后呢 我也不能不思进取 我得通过一些高级的定制的功能呢 让我具有这样的一个成为专家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啊 任何人呢都不想干做平庸 哎 这样一款软件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哎 我就想去探究一下 哎 所以说 中间用户呢 他会需要一些高级的功能 那么专家用户呢 他就更需要一些啊 持续不断的了解一些软件的一些特殊的功能 特殊的技能啊 以备让他呢 能永远的做一个专家 那像这种时候呢 像软件中的一些帮助教学啊 就很适合这样的专家用户去了 那么中间用户呢 再说回中间用户啊 那么举个例子 比如说苹果最新更新的OS8里面呢 有一个Tips这样的一个啊 提示这么一个新手的教学 那其实他已经不是一个新手教学的 因为随之呢 OS的普及啊 以及iPhone呢 现在已经换了这么多代了 所以很多人其实对手机 尤其是智能手机的一些 基本的使用规则呢 非常了解了 但是呢 每一次新版本的更新呢 又会带来一些新的功能 那这些功能 其实不是特别容易被察觉的 所以说这种时候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Tips 这样一款软件呢 不定期的啊 来告诉用户 哎 我们有哪些新的功能 你应该去尝试一下 这就是一种很好的 对于中间用户的一种啊 设计 所以说啊 不要为想成为专家的用户呢 设置更多的阻碍 应该去努力的培养这部分用户成长为专家 啊 那么让中间用户呢 感到愉悦啊 这是我们其实做设计 产品设计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哈 你可以有时候忽略的新手 可以有时候忽略的专家 但是呢 永远不要去冷落这些中间用户啊 因为这一这部分群体的量是最大的啊 那再比如说呢 其实在日常的设计中呢 大家很多时候发现啊 我们的管理层 或者说我们的产品经理呢 总是会说 我就是用户 我平时在使用这款产品 我认为这功能应该怎么怎么样 那其实呢 很多时候啊 我们去设计这款产品的相关的人员呢 都是这款产品的一个专家用户啊 我们只是代表了少数 我们不能去代表更多的中间用户的利益 所以说用户研究啊 很有必要 我们得去走到用户中间呢 去了解大部分的中间用户 他们是怎么去使用产品的 而不能呢 按照自己的想法 按照自己作为一个专家的想法呢 去制造这款产品的设计 所以呢 请大家记住这两条治理名言啊 我们要让中间用户感到愉悦 我们的设计呢 要基于用户的心理模型 那么具体这两句话我们在实践中如何去运用呢 这时候就需要借助一种用户角色模型这种方法了 那么我们总是在想 用户的行为到底应该是怎样的 用户在使用这款产品的时候是怎么思考的 用户的预期目标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去使用产品 那至于这些问题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人物角色模型呢 就能够给我们一个可以精确思考和交流的这样一个方法了 那么我们就来说一下如何去设计这样一个用户角色模型 第一步发现确定呢 行为变量 我们通过大量的用户研究 用户调研呢 我们能够发现用户普遍具有的一些行为特征 比如说用户在使用这个搜索产品的时候 他喜欢做什么 他喜欢去输入比如某个关键词 那他输入关键词的频率有多少 以及呢 他做这件事情 搜索整个事情呢 他需要耗费多长时间 我们把这些行为数据是因为变量了 先都搜集来 然后我们去做对应群体 和这些行为的一个对应 比如说我们发现 25岁的人更喜欢呢 去使用搜索 那么30岁左右的人呢 更喜欢去浏览信息 而不是搜索信息 所以说呢 我们把人的一些属性呢 就能够跟他的行为呢 产生一个对应 那么第三步呢 我们就确定呢 这个群体的一个共同目标 比如说我搜索 搜索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我搜索的目标是想找到这个信息 或者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知乎的时候 我们有的人呢 喜欢就是去浏览每一天 知乎里的一些废的信息 那么有的人呢 他就喜欢主动的去搜索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 所以说呢 对于那些喜欢搜索找到问题答案的人呢 那么他的目标呢 就是通过搜索找到问题的答案 那么第四呢 第四步呢 我们就去虚构一下这个细节啊 那么给大家举一个曾经的例子 比如说像Alex Howard这个人呢 他就是一个25岁的一个男青年 他平时呢 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特征 他喜欢浏览 喜欢阅读 喜欢学习 那么他也对一些科技产品 一些新的创业公司呢 非常感兴趣 那么他还会具有一些行为呢 比如说他就喜欢呢 在线利用工具去搜索问题的答案 那么他的目标呢 就是为了啊能够更好的学到一些啊 更重要的更专业的一些知识 所以说这样一幅图景呢 就是一个用户角色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呢 就能够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产品 未来会是这类用户在使用啊 他不仅仅是Alex Alex这个人呢 他代表了一大批的用户啊 他们都是大致呢 25岁左右啊 他们都呢喜欢在网上呢 通过搜索的形式呢 寻找问题的答案 那么他们呢 都具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啊 就是通过搜索啊 找到一个可信赖的答案 所以说一个用户角色模型 能够很好的去辅助我们啊 如何描述这个用户啊 那么为谁设计这一节呢 大体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啊 首先很重要的一点 设计要基于用户心理模型 另外呢 中间用户是大多数啊 我们不能去瞎代表啊 不能说你代表的新手 你代表专家 我们应该更多的呢 去考虑中间用户的感受啊 那么用户角色的模型呢 就是刚才这两个啊 共同话题的一个实践 那么通过一个用户角色模型呢 我们能够详细的描画出一个用户的 具体它是什么样子啊 就是给大家留意家庭作业啊 第一呢产品的表现模型超出用户的心理模型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哈 那么第二个问题像微信的扫一扫这样的功能哈 大家也知道哈 微信的扫一扫这个功能的入口呢 藏得非常深 它不像很多产品呢 这么重要的一个功能 它应该是放在首页的某个部分啊 但其实呢 它是通过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入口呢 才能够找到 所以说这个扫一扫的功能 它的用户呢 到底是专家用户呢 还是中间用户呢 这个开放性的问题呢 都留给大家 大家呢 下去有时间呢 思考思考 收剧 消灵 调墨